伴随着徐扬这第六道本命剑之气魂的完美成形 眼前这镇守在这条涌道两侧的疾风之巅 再没有任何强大的灵魂气息作为阻碍 失去了天地法则的庇护 这地方纵然看起来再怎么吓人 对于徐扬军团来说也够不成真正的威胁了 山谷周围被浓密的云雾遮盖 看不清这山谷谷底两侧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存在 大军一路在这山谷中间的山道稳步前进 并没有遭受任何力量的抵抗 就在众人以为这片区域没什么潜在危险的时候 徐扬高瞻远瞩的团队领袖终于按捺不住性了 想要在这山谷两旁 那被无尽云雾遮盖的区域下方一探究竟 因为在徐扬的角度来判断 倘若这山谷两侧真的潜藏什么可怕的危险 一旦爆发强悍的力量 很可能彻底在这个地方阻断妖兽大军前进和后退的全部山路 你们继续前进 我到旁边去观察一下 徐扬第一时间便给核心团队这些妖圣级别的强者 下达了继续前进的命令 而后他自己一步踏空 来到了这无尽云层的中间区域 正要开启天眼观察一下下方 徐扬脑海中立刻传出了远古巨龙的声音 主人小心 我在这个地方感觉到了我们龙族的血脉气息波动 虽然很微弱并且隐藏得很深 但它却是的确存在的 我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错 得到这个消息 徐扬再不做任何犹豫 掌心之中 欲估神剑立刻凝聚 同时在背后十二道金光天使之翼的庇护下 迅速承载着他的身体 朝着下方云层最深处前进 很快便察觉到了一股十分强悍的蛟龙气息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通体黑色蛟龙正在陷入熟睡的状态 并且在它棲嶼的这山谷底下 拥有一道天然存在的法则屏障 这也正是这只黑龙之前 能够在徐扬面前完美屏蔽自己气息的根本原因 当徐扬的本体稳稳落在这道法则守护的蛟龙山洞面前的时候 里面沉睡的那一只黑色的巨大蛟龙 豁然睁开了双眼 冷冷的凝视着法则守护层外徐扬的本体 黑色蛟龙的声音听上去浑厚 但也充满了自己作为蛟龙一脉血统拥有者 余生俱来的骄傲 如果我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宠物的话 你恐怕就没有胆量他用这样的口吻和我对话了 徐扬说完 轻轻挥了挥手 之前陷入沉睡的远古巨龙 直接释放出一道无比强大的真龙魂 之所以没有将完整的远古巨龙形态彻底释放 徐扬是担心他完整的巨龙气息 会提前引起至高神意志的觉醒 从而打草惊蛇 因此 徐扬只是让他释放出了属于自己一道本体真龙魂 便足以震慑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骄了 什么 你这家伙竟然拥有远古巨龙真正的血统 你还作为宠物 真的是太放肆了 你卑微的人族居然也敢奴役我们搞的龙族 徐扬笑了起来 先不说我了 你觉得你配把自己和真正的龙放在一起比较吗 你不过是一个血统繁杂的骄罢了 真正高的巨龙们又怎么会承认你这样的杂牌血统是他们的后代 真是可笑 毫无疑问 徐扬这番话彻底戳在了眼前这个黑色骄龙 内心深处最敏感的地方 对方张开龙之血口 发出了一声疯狂怒吼 就是这道怒吼 已似乎在不经意间唤醒了山谷另一侧 另一条正在沉睡的伙伴 只不过不同的是 出现在山谷另一侧的这只巨大骄龙 通体呈现白色 并且是一只母骄龙 这一公一母一黑一白 分别镇守在这片森林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只白色骄龙通体之外 同样裹藏着一股法则的力量 并且按照徐扬的判断 这两种法则的力量搅合在一起 便是一道真正完整的天地法则 和之前征服残情两道剑之气魂的过程 如出一辙 这一黑一白两道蛟龙 同样是夫妻的关系 只是在徐扬看来 这两条蛟龙 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付 因为他们两个就算合到一起 能够爆发出的压制力 也是相当有限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